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我家夏天必备的开胃菜 番茄拔牛肉 每次做这道菜,我家孩子米饭都要多吃两碗 牛肉鲜香又滑嫩 汤汁酸爽又开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块新鲜的牛肉 先给它分割成小块一些 然后再切成薄片 薄厚尽量切得均匀一点 这样沉住度才会一致 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来加点食盐 胡椒粉 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接下来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让肉片充分地吸收水分 一直抓至肉片 把料汁都吸收进去 有点粘手的状态就可以 我们先放一旁 腌制十分钟 空碗中加入两勺红薯定粉 再倒入适量的温水 下手把定粉抓拌至没有颗粒状 最后搅拌至像这样 浓稠一些的酸卵状 就可以了 接着再把搅拌好的定粉符 倒进腌制好的牛肉中 下手继续抓拌均匀 让牛肉片表面都能裹上一层定粉符 这样处理过的牛肉片 吃起来口感才会更加的滑嫩 处理好以后 我们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两个西红柿 对半切开 再把西红柿中间的硬心 切下来不要 然后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 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块 比我还嫩的嫩豆腐 改刀切成小方块 切好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三颗母鸡刚刚下的蛋 给它咳入碗中 然后用筷子给它调散 使蛋清和蛋黄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搅散以后放一旁 再来切点葱姜蒜 小葱给它切成末 蒜子和生姜用刀给它拍扁 让姜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 接着再改刀切成姜蒜末 切好放入盘中 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 胡椒粉 松绒鲜 适量的蚝油 生抽 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 我们提前调个料汁 不仅可以节省炒菜的时间 还能更好地掌握好火后 搅匀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点的清水 大火烧开 水开后将牛肉片 一块一块地下入锅中 肉片全部下锅后 先不要去搅动它 防止定粉脱落 待肉片表面的定粉定型后 我们再用铲子 给它轻轻地推动一下 煮个一分钟左右 就差不多了 一直煮至肉片 全部漂浮起来 就可以 然后用肉勺 给它捞出来备用 将锅刷洗干净 加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鸡蛋液 将鸡蛋快速地滑散 油多一些滑出来的鸡蛋 才会更加地蓬松 鸡蛋滑出后 盛出来备用 锅留底油 下入葱姜蒜 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 再下入切咬的西红柿 加点食盐 大火翻炒 将西红柿炒烂 煸炒出沙 炒好后 再下一碗山泉水 大火烧开 将西红柿的汤汁熬制出来 像这样烧开后 我们给它倒入砂锅中 把豆腐和鸡蛋都加进来 滑好的牛肉也加进来 接着再把料汁 均匀地淋在食材上面 扣上盖子 焖两分钟 将食材煮至入味 两分钟以后 我们打开盖子 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最后我们再撒上点葱花 给它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一道鲜香味美的番茄 滑牛肉就大功告成了 番茄与牛肉的结合 牛肉鲜香滑嫩 一点也不柴 汤汁酸爽开胃 下饭那是没得说 炎热的夏天 一定要给家人安排一锅 每次做这道美食 我都备的料多一些 不然真的是不够吃 喜欢这道美食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收藏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零 三 七 感谢观看